大家好 我又回來了 現在就是讓我們的選手上馬 不過一般來講 我們選手一旦上馬的時候 他首先要做就是幫忙暖身 那騎乘的這個步驟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暖身的這個部分 就是先用漫步 所以馬匹一旦進來的話 都會稍微先走幾圈 讓我們的馬匹都能適應一下這個環境 看看周邊有什麼新的東西 事物和有什麼人在那裡 然後順便呢 把這個筋骨慢慢的伸展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要變成快步了 好 現在就是由我們的選手 開始做快步的動作 你看這個就是由快步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他是站坐站坐 其實因為馬匹 他本身有一個我們的感覺是一個浪 他會把你推 對方你推上來 那其實這個時間點也是要讓馬匹更輕鬆 所以說我們選擇 他把我們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站起來 這叫做打浪 所以他就是打浪 會慢慢的這樣子 那一旦馬匹他輕鬆完了以後 我們會壓浪 好 那現在我們就請選手 就用壓浪的騎過來讓大家看一下 壓浪的動作是選手他坐在馬背上 可是馬匹還是一樣 以快步的動作繼續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在壓浪的這個時間都不會太長 因為這樣來講 怕馬會比較沉重 所以說我們會選擇就是 壓浪了以後就回到打浪的一個動作 好 剛剛你們看到的就是長驅為我們示範的跑步動作 一般我們從慢步變成快步 完了以後 就是要讓馬完全伸展出他的筋骨 而且就是做比較稍微劇烈的一個這個運動 所以剛剛長驅為我們示範就是一個跑步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一般來跑的話 我們可能會跑個幾圈 慢慢就變回快步 快步的時候就再變成慢步 然後再重複再做這幾次這樣一個動作 其實這樣一個下來的話 整個這個流程大概40分鐘左右 馬屁就可以達到最好的一個運動的效果 人也可以達到最好的一個運動效果 那如果呢 這樣子還不夠的話 我們一般來講就會把這個整個軟身的時間點 稍微縮短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出去跳障礙 那因為今天天氣的關係 加上我今天這樣的裝備有點不足 這是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跳障礙的這個好玩的地方 可以最好的玩嗎 如果你喜歡我們帶來的這個東西 我們帶來的那個話 然後我們帶來的那個人 … 好了…